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个经本下面的阿拉伯字 七十九面 从道数第四行 最后两个字看起 有菩萨随住六波罗密度 而以一波罗密度常为上手 居住休息 劝住有情一令休息 上一次讲到此地 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能够细讲 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佛在此地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能够明了了 其余的就可以以此类推 祝菩萨无论是行手的叛教 或者是天台的叛教 天台将世尊四十九年所述的一切法 分判为藏统别人四教 而选手将它判为小石宗顿元五教 这种判法 人者见仁 智者见智 原来是没有一定 所以过来叛教的人很多 唯独这两家流传到现代 这是大家公认他判得很好 判得如法 那么四教都有菩萨 而每一个阶层的菩萨 都修六波罗密 所以六波罗密通大小城 主要知道大城有菩萨 小城也有菩萨 不是小城也有菩萨 藏教就是小城 那么他们也修六波罗密 空物相同 宁城相同 可是里面境界不相同 情深光瑕不相同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经上跟我们说了一个原则 虽然六度万恨全修 他怎么个修法呢 往往他只采取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啊 一门修成名 大城远教如是 小城重教也如是 这个道理 与四理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譬如不是 这个是最普遍 我想凡是修佛的同修 无论是在国内 或者是在国外 外游不知道 修布施 修布施 修供养 都懂得 可是这些布施供养啊 能不能称为波罗密呢 那就很难说了 波罗密是繁语 他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 你所修的布施 圆不圆满呢 如果有确信 就不圆满 有确信 就不能叫居足修习 居足就是圆满的意思 毫无缺陷 我们在经论里面 也常常看到世尊为我们开始 菩萨行李 六波罗密 前面五条是四 后面一条是李 李是不若 如果李与四相应的 这才叫波罗密度 李与四不相应 那是修福 我们常讲啊 人天佛报 修的是真 不是菩萨的六波罗密 所以六波罗密 每一条都离不开 般若波罗密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各位同修都看到佛教的教旗 佛教的教旗 它是一共是六条 五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是一条 这个五种呢 五五条呢 就是代表啊 不识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后面那一条是不若 不若这一条里面 五种颜色通通都有 那么这个旗帜啊 是世界上佛教所公用的 所以这个旗是代表啊 六波罗密 由此可知 任何一广四都不能离开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 简单的讲 就是圆满的智慧 因此 修布什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布什的理论 你要懂得 为什么要修布什波罗密 难道 修菩萨道 我不修布什波罗密 就不行吗 道理在哪里 你得要搞清楚 你们搞清楚了 有什么方法来修修 知识当中的境界如何 实在讲 讲到方法与境界是千遍万化了 brainstorming 小样 Zukunft 永远都要明了啊 都要通达 这段事情才能做得圆满 理议复杂 思也复杂 这才劳累世尊 四十九年为我们说的这么多的经文 你要问这么多经文说什么呢 要用这个地方纲领来讲 就是给我们讲了一条布什波罗米 如果你要是学持戒波罗米的 也可以说四十九年所说的全是持戒波罗米 我们在华言会上 从事主 是行是回向是地 这四十位法神大司 他们所修学的纲领 就是以亦波罗米为上手 俱足修习 初诸修布什 二诸修持戒 三诸修忍辱 一直说行是回向是地 初地修武士 二地修持戒 华言是加十波罗米 那么从这四十位交互来看 那个意思就升广了 就知道任何一个法门 还是其他所有的法门 这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一几十度多几十一 一度不二 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一层神医 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晓得怎样学菩萨行 怎样修菩萨道 也不是来讲 他最动物的理论 就是叫我们放下 不是是死 是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六道是法界 就是放不下才变现出来 放下了哪有六道 哪有是法界 所以布什戒归到最后 怎么成为 居足修习圆满波罗米 就是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把它布什掉 从哪你下手呢 从身外之物下手 好放下了 好放下了 容易放下了 这个事交给你 由情而生 由义而难 容易舍得 先干 难舍得 慢慢再来 因为我们在华言会上看到 我们在华言会上看到 出诸菩萨修布什 出行菩萨也修布什 出回相菩萨也修布什 出地菩萨也修布什 你就晓得越往上面去 难舍能舍 越往上就是越难舍 这个要懂得 先舍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舍了之后 连这个身也能舍了 大经第六回相帐里面 跟我们讲 这个布什讲了七八十种 内财外财 头目脑碎 不一样不能舍 不但 释法要舍 佛法也要舍 为什么 因为释法佛法 皆是因缘生法 真如本性的头 没有啊 没有这些东西啊 说佛 最终的目的 就是明心见心 叫见心臣佛 臣佛 就是恢复自信 自信里面 本具的无量智慧 无量等能 全都恢复了 臣佛不过如是而已 恢复本性的灯能 恢复本性的灯能 为什么失掉了呢 这个实是比喻 不是真的失掉了 是因为有障碍 障碍不了 它的作用不能限起 智慧不能限起 灯能不能限起 这个障碍啊 当然非常非常之多 而佛把它归纳 而佛把它归纳 为两大类 烦恼障跟所知障 烦恼障跟所知障 展开来啊 那就是六种障碍 或者十种障碍 那么六度就是度这个六种障碍 破这六种障碍 不识破惊叹 持戒破悟业 这就是归纳起来 这几类了 所以你因为有这个病啊 佛才给你下这副药 你这个病没有了 药也没有了 药是复发了 所以你病好了之后啊 复发也没有了 这是金刚经上所谓 法上硬实 后宽非法 我们现在有病 必须要用这个方法 但是你要知道 病好了之后 这方法就不要了 所以你要不要太爱护这个方法 太重视这个方法 那你就错了 到后来病好了啊 这个药舍不掉 病好了再吃药啊 又吃成病出来 这个道理要懂啊 那么什么时候啊 我们的布什波罗蜜 圆满了呢 如果就下意的时候 你修一个布什波罗蜜 坚贪的念头没有了 你这布什波罗蜜就圆满了 这是狭义的说法 但是在此地不是这个意思 此地是一机一切 那么换句话说 你修一个布什波罗蜜 必须把六种障碍都断掉了 你这个布什波罗蜜就圆满了 这个意思 深光无尽 这是大臣的真事意 无谓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能破除一切障碍 敬尊的同修 我们使用的方法比较特殊 我们用念佛了 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不少年了 念的没效果 不尽效 原因在哪里呢 是不是说好不灵呢 不是的 你用这个方法了 没有用得力 换一句话说 你用的不如法 这个不如法了 简单地说了 你念佛是有口无心 所以你就不如法了 心念弥陀 嘴巴里念着 哎呀我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一样都放不下 你总不能把你这个家庭眷属所有财产都带到极乐世界去 没有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就不如法了 怎么如法呢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心心求神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 毫无留念 那不就不时波罗密圆满了 你看你的一句阿弥陀佛 里面就有圆满的不时波罗密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得非常相应 相应就是如法 一心求神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还没去之前 我们身体在这个世间一切随远 决定没有盘远 那么你是样样都如法 如法就是持戒不乐 你对人对人对事 对无 没有一样不如法的 你看你的一句名号里面 居足持戒不乐 一句佛号念到底 你绝不改变 勇勇津津津津 绝不退转 你看你这个念佛里头 居足了 忍如波罗密 不担念佛的心精进 行也精进 从而你表现呢 在生活上 在工作当中 在厨师待人接物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进步 天天有进步 年一年有进步 今进波罗密就在其中 虽然如是 这个心里面有主宰 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心求生西方净土 就像山菜童子一样 虽然经历五十三餐 各种不同的法门 这个法门里面包括 世出世界一切法 他也看 他也听 他也接触 他并没有回避 虽然接触 心地清静 毫不沾染 这是禅定波罗密 他不会三心而已 真地一门深入 虽然才一生成就圆满菩提 而波罗密 是一样样通达无量 不论是时间的关系 把这一段呢 举一个例子 简单跟诸位做个报告 希望 希望诸位同友 要能够拒一翻三 文艺之事 一条如是 条条都如是 才知道 任何一个法门 都如是一切法门 这个是大乘佛法了 这样修学 才能够成就 这个就是 俱足修习 就是俱足的 云荣寒是一切法门 在一个法门里 菩萨自己这样修 也劝别人这样修 你看 劝助友情 也领修习 他也劝别人 这个修法 这个修法 无比的殊胜 不麻烦 不露宿 能够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 能够增进我们生活的美满 学了就得受用 所以佛法 特别是大乘佛法 要用现代的话来讲 真真实实 是现代生活的艺术 那不是普通的艺术 登峰造奇的 艺术建峰 我们要能够认识他 要能够体会理解他 我们才能得受用 无论我们现前生活是什么样的环境 生活的方式 都能达到菩萨的境界 换句话说 过菩萨的生活 富贵人 过富贵的菩萨生活 贫贱人 过贫贱的菩萨生活 都是菩萨生活 都是快乐无比 要达到这个境界了 实在是只有大乘佛法 离开大乘佛法 很难做到 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有菩萨修行 多热波罗密度 这是六波罗密里面 特别提出的 多热波罗密 高度圆满的智慧 放遍善巧 化身如佛 遍入地域旁僧诡计 若人若天 随其内因 猥琐振罚 令获殊胜利益安乐 我们看这一段 诸位要晓得 般若是礼 如果没有四 这个礼是写不出来的 一定要有四 四就是前面五度 前面五度 你修任何一度 一定是圆满居足其他的五度 六度就在一度当中修 这叫方便善巧 方便都是指思 善巧是智慧 你有高度的智慧 你齐心动力 所做所为 都能做到恰到好处 做得很圆满 真正的 是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 这四个字 很难懂啊 不要听到 要自利我自己的好处了 利他别人的好处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体会也太粗心 太大意了 乍听起来 你讲的也没错 细细去观察了 你拘离他这个意思 差得很远很远 什么叫自利 什么叫利他 什么叫利他 我眼前得到财富是不是自利 我眼前得到功名富贵是不是自利 那佛独要头都不是 那究竟什么叫自利 那究竟什么叫自利 小利 小利 都不是大利 那比这个更殊胜的利益呢 脱离三明界 轮回了 正得身为圆绝的国位了 这是中等的利益 不是最殊胜的自利 最殊胜的自利 该诸位说是 圆满成佛 成佛 成就 究竟圆满的智慧 世出世间 一切法 过去未来 能有一样不同达 这才叫自利啊 利他 利他 帮助别人 也达到这个境界 才叫利他 那么由此可知 自利利他 不是得到世间的这个明文理养啊 不是讲这个 这个东西谈话一线呢 不实在啊 不但身外之物是假的 连这个身体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这有什么利益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修佛 佛有三身 三身是讲的 法身 报身 发身是什么 现在这修佛里面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那是法身的 佛家里面讲究法身 那法身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 一切众生是共同的 问题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发身 不知道境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这迷失了发身 变成反复了 而佛华修学最可贵的 这是报身 报身是智慧神的 报身是秀德的 又是无尊了 这是真正的自立了 而立坛则是华修 千百亿化身 华修是帮助一切众生的贵物 所以你做的这些死 无论是不识也好 持戒也好 忍辱也好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一举一动 如果都是帮助众生救的 让人家听了 看到 救了 接触到 救了 这叫礼堂 哪有开悟 那叫什么礼了 道理要懂啊 不懂在这个年头 很容易就被人骗了 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柜台服务的同修告诉我 今天晚上有不少同修要求受三规戒 这是好事情 可是你们为什么想到受三规戒 你的动机何在呢 你的目的何在呢 你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去想想呢 对于三规戒的大义 有没有搞清楚呢 如果没有搞清楚 来受这个三规五戒就是糊里糊涂的时候啊 将来还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 三规五戒的佛弟子 你说你怨不怨吗 一定要搞清楚啊 搞明白啊 然后传授三规 你才真正得到啊 这个东西是没有形象的 不是像这本书我给你 你真的得到了 这有形象啊 这个规戒没有形象啊 你从心地里面真正感受得到啊 这个叫戒体啊 三规也是戒 最基本的戒条 你要认识清楚 就不会被人欺骗了 你要搞不清楚啊 你就被人骗了 现在在台湾的情形也许比外国还好一点 外国现在听说传授三规啊 授五戒啊 这个在灌顶啊 都要收费的 听说那个价钱越高啊 人还越多 认为那就很灵了 这个价钱少了 大概不灵 如此可知 他的动机无敌好在 无非是为民文立养啊 受了三规 佛菩萨保佑他身官发财啊 哪一天不发财就骂佛菩萨不灵啊 这个都是错误 所以佛法的修学 终点在智慧 一定要令自己觉悟 令别人觉悟 那这是真实的功德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要许论丰富菩萨 那他怎么过日子 他怎么生活 怎么工作 从而出世代人觉悟 这些都记载在经典当中 我们留意这些 去体会 去理解 然后在生活上把它做到 那你就是佛菩萨 你既然是佛菩萨 当然得住佛菩萨的护念 这一定道理 这个后面也是无形的 是不是真的呢 这都是真的 要用现代科学来讲呢 磁场相同 你的心形跟佛菩萨心形一样 彼此磁场就相同 自然就能够融摄成一体 在佛法里面讲加持 可以用科学来证实 如果我们起先动力 都是自私自利 尊忍利己 这个词场是决定不相同 换一句话说 决定得不到佛菩萨的价值 这句话的意思很深 要用简单的这个言语来群述的话呢 那就是佛菩萨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以究竟圆满的智慧 以究竟圆满的智慧 很盛当的方法 献这个身相的根部佛如来 没有两样 他能够变入地狱旁生归戒 这是讲生活的 我问你能不能呢 你看到不行啊 这个地狱旁生归戒 我没有办法去啊 可是我再说一说呢 你想想看 你也能 这个地狱旁生归戒 不是施法界里面的那个三个法界 二是说 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居足施法界 我们这是人 人中有佛 人中有菩萨 人中有地狱 人中有无鬼 你能不能度那些人中的地狱旁生归戒呢 哪些是人中的三个道呢 成会心中的 嫉妒心中的就是地狱 现在他没躲地狱 他这两个 这两个业障要重 将来就是躲地狱的业业 尉痴就是出生了 庞生出生了 尉痴是非非非非 搞不清楚了 颠倒了 不但争妄邪政 他搞不清楚 甚至于你 利害他都不懂 把害当作利 把利当作害 利害都颠倒了 这是人中的出生 魔鬼是坚贪 贪心很重的人 这个是魔鬼道的业业 这三恶道就是贪嗔痴 如果这个众生贪嗔痴很重 那他就是三恶道众生了 你要像佛一样的关怀他 爱抗他 帮助他 把他这个恶习气盖过来 那你就是堵他了 那么由此刻之 每一戒里头都居足是法戒 天台大四所谓的对戒也侵入 从如是信如是相 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 法华经上讲的 贝戒也侵入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这经上讲的 我们可以做 不是做不到的 下面说 若人若天 这是善道 前面讲的是若道 那么欢迎一句话说 前面所说的 若人 这一边所讲的善人 人能守五戒 能守道德 在佛法里面五戒 在我们中国五家讲的五常 五常是讲仁义离智性 跟五戒的欲容是相同的 左段里头有一句话说的好 人气场在妖心的 常是什么 就是五常 人 如果说把仁义离智性都捨弃掉了 不讲了 就变成妖魔鬼怪 人跟妖魔鬼怪差别在哪里 人手里 人能够遵守五种常道 这不能失掉 这不能失掉的 失掉了 那个人道的这个资格就失掉了 为什么佛在经上说 人死了以后来生很不容易等人生 那 对人生的条件 五戒要去做 你的一生 都遵守 自己冷静跟自己打到分数 那 如果你这五条戒 能够打个八十分以上 就保证你来生不舍人生 你来生还能得人生 如果你这个五戒只能打五十分呢 那 来生的人生是非常亮 如果你贪嗔痴这个念头要重呢 那你就三五道去了 六道谁在主宰啊 不是上帝 也不是耶罗王 自己主宰啊 不但是六道是自己做主 我设法界也是自己做主 如果你要想成佛 不难啊 那什么方法呢 念佛就成佛 念佛的心 你的心变成佛 心变成佛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华严经上说的好 硬光发界性 一切为心造 你是佛心 你就做佛了 你是菩萨心 你就做菩萨了 你是鬼心的 你当然就做鬼了 鬼心是吧 贪心 贪心是鬼心 成佛是地狱心 你吃是出神性 你是什么样的心呢 就变什么样的法界 所以你将来前途到哪里去 是你自己主宰的 除你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主宰你 这是佛给我们说的 我们要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佛是我们的老师 只能提供意见 给我们参考 佛也帮不上忙 所以说佛不度众生 众生谁度 自物自度 你闻了佛法 自己觉悟了 自己度自己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一心一意 宁佛求生进度 释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 为什么呢 全是假的 佛在金刚薄弱里头 我讲得很好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是跟你讲 能得的心没有 而你所得的呢 所得的是诸法 这佛讲得更多 讲得更清楚了 是 诸法 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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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性 无性就是 没有性体 没有自体 所以 当提借空 了不可得 这是告诉我 能得 所得 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不是事实 所以你要放下 眼前的境界 不过是远距 远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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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你要终于了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幻缘 你 成就你的功德 如果你不明了四世真相 随着你烦恼 习气妄想 那你就在幻缘当中 又造了幻业了 造幻业呢 那你就由幻的现象出现 境界出现 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跟十法界 一般讲六道不好啊 六道痛苦啊 四圣法界里面虽然好一点 依然没有坚信 并不是很圆满 总不如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生到西方净土就得大圆满 所以境中法门是一切祝佛赞叹 这不是没有道理啊 这个地方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效法菩萨 要许如故佛菩萨 为一切众生 有拜祝福的 何时我正法 认护殤胜利益安乐 殊胜利益安乐 怎样 一般这些 ologíaología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 我们这个戒缘书里头 你们谈虚发誓的聂佛论 过去我们演了很多 戒缘书论是谈虚老法师讲的 他的学生大光纪理 大光的文字不错写得很好 我给他也都很熟悉 他后面举了三个例子 念佛五三的例子 念佛行菩萨道的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未书正法 令和书胜利益安乐 可以做这一句经文的诸解 出家人 弹牢举了一个修武法师 这个事情是出现在黑龙江哈尔滨市 老法师在那边建了一个道场 叫基罗斯 哈尔滨基罗斯 最近到我们这里来的 妙境法师 是老法师的学生 我们也都很熟 都是老朋友 修武法师 没有念过书 从前在大陆上 生活很苦的时候出家 出家之前 他是做泥水匠的 是个工人 生活很苦 出家之后 就在寺庙里面做苦工 什么也不会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人诚实 老实 勤奋 肯替人服 这是他的长处 谭学老法师 建这个道场建成之后 传一次见 来纪念 这个开山 当时请他的老师 地仙老伙尚 做这个德界伙尚 这民国初年的思绪 全界期间 到场需要人帮忙 所以由发心来帮忙 无论出家在家都很欢迎 这个秀武师 他就到这个庙里面来 发心帮忙 那么那个时候 谭老师不耻 当家师是定西法师 以后都在香港原基地 两位老法师 看到他人很老实 就问他 你能做什么事情 他愿意在戒期当中 照顾生病的人 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伤风感冒是免不了的 需要人照顾 他就发心来做这个事情 可是住了没几天 他就向老和尚告假 他要走 那么谭老很有修养 也就无所谓了 一切随便 你要走嘛 你就走吧 定西法师 就没那么好的修养 就责备他进去 你这个人没耐心 这个戒期 大陆上传戒是53天 两个月嘛 你两个月的耐心都没有啊 既然发心来了 怎么没几天要走呢 他就说 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要到基督世界去 定西法师 这么两位老法师去 这个不是简单是大事 就问他 你哪一天走 不出十天 求老法师给他准备后事 这么后事就火化了 火化了是准备柴火 那么就遇到这么个人 到第二天呢 西法师就去找他 他老法师 我今天就要走 大家赶紧匆匆忙忙的时候 给他预备在后方 也临时打个铺 找几个人就给他祝念 但一切东西就准备好了 他到那个地方去念佛 不到十五分钟 他就走了 但是走的时候 祝念的人还跟他要求呢 他说法师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前人往生 都要留几首诗 留几首记 给我们做几年 这是你也应该跟我留 他说我很苦恼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什么也不会 不过他留了一句话 劝大家老实修行 那个话的意思我也记不清楚 大致上好像是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知晦 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话说得也很踏实 极乐似往生 传戒期间当中 他这么一表演 你看没有生病 欲知实知 念了不到十五分钟 他就走了 这个就是未说正法 表演这个样子就是正法 你说戒期当中 无论是受戒的还是到那里参加这个戒期发会的 看到这个情形 没有一个不敢动 没有一个不老实念佛 求真尽动 真的不是假的吗 表演给你看吗 低老法师 参叹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句子 文章写得很好的 替他写一篇章记 比老法师赞叹 这才是出家人的好榜样 叶森 一句阿弥陀佛 他的生活虽然非常苦 他苦得很自在 苦得很快乐 为什么呢 他心地清净 没有丝毫的要求 他就安落 这就是他立业 身心自在 欲至实至 王僧佛国 殊胜立业安落 走的时候是殊胜立业了 不必说了 他没走前 之前 他在世 就是殊胜立业安落 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 看他很苦 苦恼的出家人 他的路 我们怎么晓得 所以不要说 环境不好 这个处境不顺 你就没有安落了 不然 安落在你自己心里头 你能够一切不在意 一切若无其事 你就得大安落 那么第二个 他是出家的男居士 郑西斌居士 那个原来是个做生意的人 他的环境比较顺 生活能够得去 虽不是很富有吧 那是小康这家 到最后学了佛 也是根地谈许老法师 故意之后 学了佛了 知道佛法好 他学会讲一套经 到处去给人奖经 生意也不错了 就价也不要了 他以后也是在奖经当中 往生 经讲完了之后 有几个老朋友 他就跟老朋友说 你们替我租个房子 我要走了 这些人奇怪 你要走了 何必租房子 他说我不是道别 我是往生极乐世界 怕死在人家家里不方便 要找人租房子 同学们都高兴 你真能往生 到我家来 到我家 我们没有机会 他就到朋友家 去说 也是 念佛 十五分钟 朋友也是 要他留个纪念 他说 不必了 看我这个样子 就是很好的纪念 那么潇洒 那么自在 就很好的纪念 这些都是 未说正法 令活殊胜利难 当初他学佛 把这个生意放下的时候 到处去奖金 家里人不原谅他 认为他迷了 到最后看到他这样往生 一家都受感动 一家都学佛了 以后三年之后 他弟弟也欲知识知往生 这个独自念佛论下 写得很清楚 第三位 是一位张氏 姓张的 一个女居士 这个人生活很苦 是在青岛沾山寺的信徒 他的先生 是拉黄包车 注意一下 从前拉黄包车 很辛苦 苦力 一家四口 一天不到码头上拉车 一天就没生活 过这么苦的生活 可是这位女居士 还是常常到战山寺 去参加共修 他走的时候也非常潇洒 也是欲知识知 坐着走的 没人足念 他那种身份地位 谁瞧得起他 所以在道场也没人 瞧得起他 他走的那一厅 他有两个小孩 大小孩大概十来岁 小小孩不到十岁 那只顾到玩耍也不懂事 他就祝福两个小孩 他说他要走了 要就好好地听他爸爸 教诲 小孩也不懂事 出去玩去了 到中午回来 要吃饭了 找他妈妈 他妈妈已经在床上打坐 往生了 这个时候才发现 战山寺的这些道友们 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才对他赞叹 才来对他帮助 虽然那样的穷困 过那么样艰难的生活 主要想 他也是获得殊胜利益 由此可知 这个殊胜利益难落 不在乎富贵贫贱 不在乎这些 在乎你的境界观念 转过来 你已经彻底觉悟了 一切这时都不关心 二六十中就一句符号 一信显往阿弥陀佛 一信求生极乐世界 只有生活 不管什么样的方式 都快乐 都自在 这就是高度的 粘满的智慧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所以佛菩萨 实现在六道里面 实现各种不同的身份 以种种方式来教化一切东西 所以这样的经文 不能随便念过 随便念过 你学不到东西 不要以为 我们现在好像有很多同修 生活环境不太好 看到这个只是羡慕 他不晓得 你那个观念转一转 你就得到了 你就很自在 很快乐 你比哪个都圆满呢 你就悟了 你一了就苦啊 悟了就落啊 由此刻之 佛法所求的 没有别的 就是智慧 你有智慧 你就自在 你就满路 你没有智慧 你在这个世界 有再多的财富 再高的地位 你还是苦不堪言 你没有路啊 不但现在 你的生活苦 你的境遇苦 将来更苦 为什么呢 你造作那些业 那个业要牵着你去 收果报啊 更苦啊 他哪来的立业干落 立业干落的 职务的人才有 你疑惑的人 没有 这个里面还有一句话 在第三行 我们把它念一点 第三行的第二句看起 为助有勤 宣说正法 于助佛所 清闻正法 迎进佛徒 骤然设法 最甚佛徒 微妙镜像 而便自其 最疑惊 最疑忠 清静佛陀 于众安住 一身所谢 诸大菩萨 令俗正所得 求无上正等菩提 我们就看到这一段 这段里面最重要的前面四句 非常非常要紧 我们如何能够拿菩提乐 如何能够居足菩萨血 这个文法非常重要 一诸佛所 听闻正法 现在佛不诸实 说法的人少了 所谓是善知识难遇 现在是末法时期 正如同佛在论言会上 所迅说 邪思说法 如恒火沙 闻言经上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话 说在第四句 清静明慧的 这段经文 我们单独讲过一次 好像由论言带流通 那一经在早年 我们曾经讲过几遍 那个时候科技还不发达 还没有留着这个 罗言带 邪证 怎么样辨别 这是学佛同修 不能不知道的 邪证辨别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佛在四义法里面 教给我们 一 法不一人 这个人所说的法 与佛的经典相应 不相应 这个最重要 如果他讲的 与经相应 与祖师大德所讲的相应 这个法就是正法 他所讲的佛经上 没有这个说法 祖师大德也没有这个说法 那就不相应 我们就要小心 要慎重 这样才能够辨别 哪是正法 哪是邪法 这个四义法 好啊 四个原则 这个第二个 也教给我们的 一意不一语 要依靠佛所讲的意思 不要执着在言语上 言语 可以多说 可以少说 可以谦说 可以深说 不要执着在这上 一说对了 就行 佛在这个四一 也就是四个原则 为什么提出这一条 我们现在明白 末华时期 对于这个经典 增论太多了 我们这个 净土中间 你看下年区 这个本子出来 几乎很多人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 他是居士汇集的 那么佛这个标准 给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一意不一语 他意思对 意思完全符合 五种原意本 如果一句是五种原意本以外的 那我们就可以接受了 我们根据释迦牟尼佛这个原则 另外还有一种事情 这是过去几年发生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兴奉着浪 说这个念佛 待业不能往生 要消业才能往生 查遍大藏经 没有待业 这两个字 闹得不止暖城风雨啊 闹得全世界念佛人 人性惶惶啊 这些问题当然都是 一文不一语 都是在这个字里面找麻烦 文字上虽然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佛讲的意义上有 我们如果能懂得 一语不一语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意思上在哪里有呢 经上有没有讲 仕途三倍九品 这个有吧 仕途三倍九品从哪里来的 还不是代业多少不同来的吗 那意思不就到了吗 如果大家都不在业了 那哪里会有什么 仕途三倍九品吗 讲不通了吗 佛的这些话呢 特别真是对我们末法时期 这些妄想分别执着习气 很深重的人 为我们解决问题 第三个 一两意不一不了一 这更重要的 什么是了一 这个经典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了生死 出三界 成佛作祖的了一 如果这个经典再好 但是不能帮助我们断烦恼 不能帮助我们超越六大轮回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不了一 那么查查一切经里头 哪个经能帮助我们一生成佛呢 阿弥陀经 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帮助我们待业往生不退成佛 那那这净土宗就是最了一的了 那这是将我们虚无则法门 要一了一不一不了一 你要求人天佛报错了 你这一生当中要了生死出三界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最后一条叫做我们一致不一实 这理智是是感情 学佛不可以感情用死 要有智慧 要有理智不可以感情 人情佛思那一定会托你下水 一定要托人情佛思 这样才能成就 所以要能够辨别邪阵 要能够清闻政法 这非常重要 常常守政法的信心 如果政法不容易遇到 多顾仁的诸解 故人的诸解能够流传下来 都是纯正 如果不是政法 不可能流传下来 那么像净土宗 连池大司的俗朝 偶遇大司的要解 这个是 决定是政法 我们依靠着决定的成就 尤其要记住 前面所讲的 一门是福 今天时间快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底下我们还有一个介密 就是有一些同学要求受三规五戒 因为人多 我们一世就从解 最重要的是要发真诚的信 三规五戒的内容 我们有一个录音带 有个录音带 还有一个小册子 必须要多看 知道三规真正的意思 那你就是 佛的真实底子 归是回头 一是依靠 我们从 你 喜 然 回过头来 一是依静 正正正正 就是佛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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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正 就是法 清 静 无然 就是三宝 所以佛法僧 三宝 过去 禅宗六祖 在谭经里面跟我们说句 正正正 正而不以 正而不邪 正而不然 好像我们后头 戒远的 最近印的 六祖 谭经 潮汐的原本 这本子很好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 用的这个本子 诸位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洛阴带跟三规小车子要熟读 知道我们从哪里回头 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来修学 这个三规是正式学佛的部门 把学佛的总纲领 总方向介绍给你 传授给你 这叫传授三规见 这个仪式简单隆重 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 这一位同学的说 我是家庭主妇在家修 经常在家听佛经 如果修不好的话 仅能到极乐世界边地 再等五百年才能花开见佛 这五百年有的法师讲是人间五百年 有的法师讲是极乐世界五百年 时间说法差异很大 请法师再说一下 这个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 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 你看经常讲的 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 这是人间五百年 所以在极乐世界并不差 这个放心 不要把它摆在心上 我相信你不至于生在边地 放心 这位一位是请问法师 如果没有吃常摘 可否松度经典 吃常摘可否吃大酸 听别人说这个法师吃大酸 会发神便离开了 不错 这个念佛人能吃常摘最好 不吃常摘的时候 经上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说不吃常摘不可以度经 不可以念佛 这个经文上查不到 我们一法不一人 吃常摘有个什么好处呢 卫生 现在肉食里头带的疾病 病运非常多 很容易感染很多的病毒 所以你为了身体健康 这个吃常摘是决定有好处 这是这么个道理 同时给一切众生 不及冤仇 那么吃常摘的时候 可不可以吃大蒜 这是个问题 这个乐年经上说得很清楚 大蒜是属于五荤菜 那个荤 荤不是吃肉 肉叫心 荤心 荤是植物 你看草字头 叫做植物 为什么不吃这五荣呢 为年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东西 生吃 它对于这个生理上 有刺激 刺激你的生理 干活 干活旺 容易发脾气 容易动成灰心 所以不需你生吃 这个熟吃呢 熟吃呢 熟吃呢 这个是因为产生这个身体上的反应 容易引起性的冲动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佛才把你的禁止 但是如果说是你们家里面做菜 做这个做料来用 配向这个香料来用的话 这个没有问题 那个什么量太少 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你说你这一碗面放一点葱花 那怎么起作用 都不起作用 你要那个大量的吃 才有作用 才会起作用 大量的要是生吃的话 你吃不下去 太辣了就是 那吃了你不就要命一样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像我们中国 山东人 那个吃大蒜 一般一般 像吃花生米一样 一吃吃一大盘 那个才起作用 但是那个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可能 如果说是每一餐 吃个一半两半 要用 要用就是开月 条条戒律都有开月 那么你一餐吃个几半的话 有好处 现在这个很多疾病 这个传染病 它能够防止 所以把它当作药药 因为酒 酒是五戒之一 那比这个更严重 酒的开元更多 我初学佛的时候 年轻 有一位老和尚 我也很尊敬他 我常常到寺庙去做义工 有的时候还留我吃饭 老和尚很熟了 也就不介意了 我常常看到老和尚吃饭 他有一杯酒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也不敢说他 就感到很奇怪 我每天他都喝一杯酒 以后到台中 亲近李老师 讲理机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向老师祷告 请他老人家解释我们的疑惑 他在讲 七十岁以上 身体 衰弱 每一天 每一餐喝一杯酒 对于这个血液循环有帮助 他是药用 我们才了解 他是药用 这个名税大了 帮助他血液循环 可以 所以福 是通情大理的人 是讲道理的 讲人情的 不是什么都不讲的 或清或离 你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你自己就晓得 应该怎么做 一定要身心健康 你的身体不健康 你吃鸡 你一定身体又不好 又要执着在这上面 你身体病了 还要许多人来伺候你 你不叫找人家麻烦吗 你吃鸡在哪里了 去保护自己 这个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一切不要麻烦别人 这个叫大慈大悲愿 这个是常驻问我的 这个皈依大家有供养 供养可不可以用在这个 供养不可以 这个 我这个大家供养的时候 我从来不晓得用在哪里 你们愿意用在哪里 就用在哪里 不好 只要常驻需要都很好 好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现在给诸位做一个仪式 那么三规的同学 就站起来 其余的都坐在自己位置上 都不要动 都不要动 我们向佛像行三问训你 就好 归正拿到 跟着我念诗词